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啊 我崩溃了 过去人不讲崩溃了 过去人就是忧郁了 想不通了 痛苦了 心里烦恼了 现在人动不动就是崩溃了 那么不管发火 发怒 发飙 发脾气 你都是在生气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这个气是生出来的 你不生 哪来的气 你想不通了 堵塞了 气门堵塞 气场不运作 然后你这个气就生出来了 但是不管你和谁生气 受伤的 记住了 永远是你自己 你跟别人生气 不管谁对谁错 你们记住了 不管是谁 你一定首先受伤 而且你受的是重伤 所以人家真的有智慧的人 不会轻易生气 生活本来就离不开烦恼的嘛 你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哪离得开烦恼 所以调整自己的内心的心态 非常重要 就像中医讲的 一个人要学会调养身心 调养自己的内脏 今天火大了 多喝点水呀 像很多南方 我们的佛友经常喜欢煲汤 最近天气比较凉了 他开始进步的时候 到了他就会煲那些 比较有营养的 比较能够热的那些汤 来调补自己 如果最近夏天了 天气比较热 火气比较大 那么就开始要轻补凉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 来调节自己 不让自己的心受到伤害 调整就会慢慢的 让你心灵当中的根本 根本是什么呢 本来就是平静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呀 这个世界 你想到了每一天 都会有人跟你搞 每一天都会有人骂你 每一天 你都会不开心 那你去不开心干嘛 调节好自己 无需顾虑太多呀 对不对呀 你的内心本来无一物的呀 只是你听到了别人 说了你的不好的话 或者眼睛看到了 不开心的事情 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才开始慢慢的改变 所以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能够稳固自己内心的思维 不让这些思维 受到环境 环境的连锁影响 因为环境是一个连一个 一个连一个让你来接受的 很多人脾气本来是不大的 一个不好的事情不开心的 再看见一个不开心的 因为人一般能够在心理学上来讲 如果承受了三个以上 他就开始慢慢的心态 开始变化 不平衡 如果今天我看到你 就算我觉得你很讨厌 你讲一个 觉得你很讨厌 哎呀能够忍耐 第二次又来了 再讲你 你又能忍耐 等到第三次再讲你 你也能忍耐 等到第四次 你开始脸不开心了 拉下来 等到第四次 第五次的时候 你可能就指着他开始骂了 这就是人调节 心态还不够有耐力 所以保持好一个 自己好的心态 否则你一定会让你 自己的生活后悔 你一定会让你自己的 命运感到后悔 所以很多人一个小笨人 则乱打谋 有的时候你看到了 眼前的任何事情 还没有发生原则性的变化 实质性的变化 只是外表的烦恼 让你想到了 我想要去改变它 我想要去让它变化 那么实际上 你真正的变化还没有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 的转变的转变 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 后悔莫及 有的人知道自己今天的冲动 会坐牢 会打官司 但是他还是这么冲动的去做了 这就是说明这个人根本不够 控制自己的能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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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